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過了很多次了 但是還是很敗 吃不米 然後我們點了他的三個頭台 都是我們之前有嘗試過的 然後他點了一個花椒雞 然後你是金湯肥牛 然後我是番茄大排 那我們先從頭台開始吧 他有金針菇 杏鮑菇 還有海鮮菇 他酸酸的 很開胃 對我們來說是甜酸口味的 我也常會吃這個 因為他很爽口 這一份好像也要6塊多 我覺得合理啦 他還蠻大份的 但是菇都比較貴 你去超市買都 也差不多要這個價錢 因為其實菇很縮水 量應該還蠻大的 這個我應該會給個7分 說實話我已經吃了太多次了 你要我怎麼去講他的優點 就是我們一直回購才都是優點 對沒錯 8分 我覺得一般來說 我涼菜我很少吃 但是他這個我會給夠的 所以我會給他8分 反正就是清爽 會油膩 然後他再7點火吧 9個中間捲 滷豆腐 滷豆腐 而且看起來就好入味 他是冰的啊 他是夏天的時候吃好爽 他滷的沒有很鹹 就是我最喜歡他的一點 因為有些滷味就是巨鹹無比 他一點都不會讓你感覺到他的鹹味 但他又是有味道 對他這個是有那種滷的那種香味 但是就不會厚鹹 這個我可以給個7分 這我可以給個8分 因為我每次去都會點超愛 而且他好像有用的是那種 茶葉蛋的那種配方 而且你咬他 他其實那個滷汁會在你口中爆開 再出來 嗯我覺得我應該也是給個8分 夏天吃他太爽了 這是我最愛的雞蒸 很不錯耶 也是屬於那種酸酸的 而且他雞蒸蠻嫩的耶 不會太長 而且他很大一塊喔 他不是那種小到你看不到了 他就是這麼大一個 雞蒸我可以給8分 好愛 我可以給7分 說實話比起雞蒸我會更喜歡吃豆腐一點 因為對於我來說 雞蒸會比這個豆腐稍微鹹一丟丟 牙口沒那麼好 對牙口沒那麼好 就是重點 但那個雞蒸挺好吃的 我覺得我會比一個8分 他分量做的也還不錯耶 他感覺分量都挺足的 嗯 因為他香菜味會有一點重 我還怕你會不喜歡 他可能只是撒在上面 所以我吃的是沒有的 可是我就 我看到是香菜 我反而有香菜的那些 我就夾走了 哇 要不香菜先就給你們 哇 根本就停不下來 我真的停不下來 我一直在吃 而且蠻多店 他做那個雞蒸的時候 可能有點用力過門 煮太熟了 就會很硬 就很難嚼 但他這個完全不會 還蠻有嚼勁的 就他也不會過硬 也不會說過 煮的過軟 還是怎麼樣 搞組織吧 重頭戲 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是吃那個金湯 但是後面出了花椒雞之後 這是不是我的愛 他這個雞 好像這家會比較偏雞的鮮味 對 而且他今天 稍微重口味一點 平時他做的很淡 沒什麼味道 為什麼我的金湯 反而今天味道好淡 你嘗一下 但是我記得我之前都叫大辣的 可能我今天叫中辣 我真的沒什麼味道啊 對啊 我覺得是鹹度的問題 就不夠鹹 反正我每次點他叫金湯 金湯是我真的每次都是 必點 必點回購的 可是我的今天夠味道 平時是不夠味道 可能是我太久沒有吃 就昆西這一家了 我突然記起來 我以前都是加大辣 怎麼說呢 十秒到這一家店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 我平常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 就很常 反正是不會踩雷的 基本上沒有一個會踩雷的吧 你要吃嗎 太好了 對 我就是那個人說說 吃花椒雞不要雞的而已 吃炒飯不要飯嗎 那倒是要的 他的雞其實蠻嫩的 只是我單純很雞掰的 廣東人的梗 我總覺得這是湯渣 就不好吃 這不是很雞掰 這是你的梗 你看Sovia也是廣東人的 他就沒有這個感覺 可是他平時也很少的湯 嗯 湯還是會喝的啊 我覺得他們家的米線 我可以給8分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接觸雲南米線 就吃那家溫酥朵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然後他們家是分開的 現在回想起來就是 他們家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湯底的 就是有骨湯那種感覺 他們好像都是味精 那時候吃的時候就覺得 也不能說不好吃吧 但是沒有這一家經驗 可能我也太久沒有回去 可能他現在也進步了 我也不知道 不太好講 但是這一家是真的 我覺得是 應該算是天花板吧 所以在我心裡 應該能排上8分 不管它是不是正宗的 過牆米線 但是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就很適合我們日常 我們一定會回過的點 光我這個花椒雞的話 我可以給9分 完全值得給 它料也很足 它花椒都是蠻多的在裡面 然後米線也是一個人吃一個 這個廣寶 而且我喜歡它可以加配料那些 我們今天會去加鮮臟 我想加一些煎雞臟 他們還有出了年糕耶 對 但我覺得年糕一般吧 它好像是那種 一片一片的年糕對不對 它不是那種韓國的年糕 對 它不是那種韓國的年糕 一片一片 對 它是那種我們中國的年糕 中國的年糕 反正我這個米線我會給個8分塊 那我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 我一定會 就吃它 它或者是花椒雞我都挺愛的 稍微養生我覺得很好 欸 你們有吃過麻辣的味道嗎 它好像有 我吃過 我吃過 它其實很像就是 麻辣燙 米線 其實我覺得也挺好吃的 就是很適合加那種 呃 牛百葉啊 丸子 丸子 對呀 就感覺就很讚 養之干入 所以他們家的奶茶還是 算是 不能說全包子的嘛 應該是整個Quinci裡面 做奶茶應該是做得挺好的 最好吃的 因為我覺得 Quinci其實奶茶店也很多 但是他們家是一家 做得比正規奶茶店要好喝的 米線店 我記得我第一次喝他們家奶茶 是點的芋泥波波奶茶 當時我沒有 懷了很大的 希望我當時 就想說隨便試試 單純湊過油肺 因為滿食物就不用給雲肺 我就點了 結果好好喝 它芋泥也很好喝 對 珍珠也煮得還挺不錯的 我最愛他們家的就是第一 芋泥波第二就是養之干入 他們應該是用蒸芒果的 對啊 就感覺這杯喝下去是真材實料的感覺 而且他們全杯都是西米的 它西米也加了好多喔 料滿足的 他們家的飲料 我9分 對 9分 我真的覺得它這杯羊之干路 我真的可以給9分 這個價格買這麼大杯 這麼實惠 而且這麼好喝的 我真的 我在富士頓找不到幾家的 除了麵茶 如果以奶茶來說的話 我應該會給個8分 因為他們家 畢竟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們不能加湯品 如果他們有各種 好像有啊 就是湯品比較少 它沒有像普通的那種 因為人家也不是正貴的 我知道啊 你不能跟別人奶茶店比嘛 那我如果說只是按照 奶茶店的標準去評它 它都已經夠格8分了耶 雖然說不會特地去買啦 但是 因為一般我們點的話 點它米線的話 都會點個奶茶 OVERALL的話 這家店 我會給個8分吧 好吃是好吃的 大部分的投胎啊 餐點啊 都基本上不會採雷 因為我們去吃了很多次 也試過蠻多品種的 好像整個店 我會給個8.5分 感覺這已經是 變成我們日常食堂的感覺了 一個日常食堂 已經沒有什麼話 可以去形容它了吧 用我們的支持率來去 支持它的好吃 我應該也會給到8分 因為我沒有吃過真正的魚乾米線 所以我不敢跟他們家做的 有多正宗有多好吃 但是對於普通人的口味來說 它已經是非常非常OK的了 連骨頭都是愛你的形狀啊 哇 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 他們的菜不夠多 可能要加菜 就兩片沒有 不過只要記得 那個小白菜還蠻多的 但普通的它裡面的菜蠻少的 我感覺他們今天師傅 是不是心情好一點 如果做手餃那個的時候 跟我們不吵架 跟我們吵架 滿滿的膠原蛋白 我們看到這個湯 花椒跟雞都有 就我們 所以我要補 急動冷靜的時刻 到三個 等我去 等我抽到了亞新18 來來來 我去 看開心什麼呢 肯定不是它 經典中華 不過我還沒吃過經典中華 說實話 好像都是川菜吧 對 希望它能做的 跟它旁邊的異國他家一樣好吃 謝謝 應該就可以了吧 不然怎麼開在隔壁還屹立不倒 來 跟大家打個哈囉 打個哈囉 哈囉 你好呀 你叫哈囉 我打不了 不要打破破 你先我放去 我喝湯 先把他走 你幹嘛呀 你這隻臭毛咪怎麼那麼兇啊 謝謝我的跟我的衣服一樣的奶奶的 我肯定是做綠色的不用懷疑 是我們第一次做 我第一次做比較有經驗 所以它這裡有點不平 它這裡被烤的時候就有點扑 很難 剛才還有嗎 對啊 就當它是這種bumping的那種style 然後我之前這個球球是很大的 結果被它烤了之後就縮小了 然後我做這個手機殼 就希望我能找到我的另外一半像這個這麼可愛 還好他不是說像他自己這麼可愛 你知道剛剛那個小哥哥很搞笑 他說 啊這是你的想法 他做了一個一對姐妹耶 然後就不能是一對嗎 在旁邊 在旁邊默默的來了一句 就不可以是一對嗎 然後小哥哥好不遠 因為我們倆都是做一對的 對 我們倆下面都有一男一女 然後他是做兩個女孩子 他就以為是做姐妹 然後就說 為什麼不能是一對呢 好了那我現在就等我的女孩出現 那就是這樣 一個大概是50張左右 然後還有一個十塊 那是62 那好像有點類似於emission fee 就是你無論做什麼 你都要加60塊錢 但是這個就是50張 然後emission fee是10塊錢 但是它好香啊 我邊做的時候 真的有幾乎的味道耶 對啊就是cookie的味道 但是小姐姐說不能是吃的 廢話 你這句話我就 離開我的家 那我們這集都在這裡結束吧 記得點讚 訂閱 大家關注喔 掰掰